粉丝提问,如果扔东西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扔会怎样? 这个想法蛮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玩家减物资会更谨慎 现在的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扔东西 只要不想要了都可以扔 可改成扔东西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扔 那玩家就不能瞎减物资了 因为减了你扔不掉 等看到真正想减的物资时反而减不了 这时候就难受了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 在减物资时就要更加谨慎了 二,舔包大受影响 这样一改舔包就太难受了 如果你在舔包之前背包已经满了 而且自己离可以丢物资的地方很远 那你只能看这一大包物资减不了 如果离可以丢物资的地方近 那你也要先看看盒子里有什么 然后决定要什么 之后跑去指定地点扔东西 扔完之后再过来捡 总之会非常麻烦 三,很多人会去物资丢弃区搜索 这样一改的话 如果你在前期特别穷 没搜到什么好的物资 那你也不用着急 有个很好的物资点可以去 那就是物资丢弃区 因为这时候的物资丢弃区里 肯定有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 在别人眼里是没用的 在你眼里可能是香伯伯 小伙伴们 这些改变你们喜欢吗 好了 我们下期见哦